学校将在8月31号开学 为了防堵新冠肺炎疫情 各学校全面启动防疫备战 包括防疫物资整备 校园环境消毒 召集防疫小组会议 并且会在开学后 落实三级防护 以及健康五原则等防疫工作 暑假进尾声 学校即将在8月31号开学 为了防堵新冠肺炎疫情 西北市政府要求各学校 全面启动开学防疫备战 西北市教育局指出 从8月初就已经积极展开 准备工作 确认学校备其防疫物资 包括口罩、酒精、额温枪等 并且在暑假期间 要求全市学校进行校园环境消毒 为新学期做好作战准备 另外也请学校持续落实 宣导三级防护 再加粮、倒校粮、随时量体温 随时关心学童身心状况 以及健康五原则 量体温、勤洗手正确佩戴口罩 保持教室通风、生病不上课 还有保持社交距离 遵守个人卫生礼节等观念 至于大家最关心的戴口罩原则 只要入校、密闭空间、打菜 未打社交距离室内1.5公尺 室外1公尺都必须佩戴口罩 也提醒家长预先为家中的孩子 背脱口罩 另外因应疫情 教育局已兼制做停课不停学 学习送到家懒人包 至于新北资讯业务入口网 即使停课 学生还是可以利用各项线上 学习资源 持续学习 记者是平常门奇心店 财宝报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